人潮汹涌的路口,来了个卖唱的人,周围围满了听众,我和朋友很辛苦,才挤到靠前的位置,地上用粉笔写着几行字,他妻子病逝,没钱安葬,唯有出来卖唱,赚几个齐安顿妻子的身后事,他弹着吉他,架着麦克风,唱着不能再老再平凡的歌,更糟糕的是他的歌声,实在让人不敢恭维,然而旁边的人一副陶醉的样子,我顿时震惊了,想不到这样的歌喉也能遇到直音,一曲唱完。 人们纷纷往他身前的箱子里投钱,他身居一躬,顿了顿,又开始唱起来,一旁的观众个个连声叫好,可是在我听来,偶音刺耳,简直就是折磨,我实在受不了,拉起朋友想要离开,朋友居然也和其他听众一样,正享受其中,趁着他换取的间隔,我强行把朋友拉出重北,朋友的表情才恢复正常,这样的歌声都听得津津有味,我忍不住问,什么歌声? 朋友的回答更奇怪,就刚才那坛吉他男人的歌声啊,你们不都听得入迷吗? 哦,朋友恍然大悟,我都没注意他唱了什么,只是看着他身旁的裸女跳舞觉得带劲,他还经常上前亲吻观众呢,我的心颤了一下,你说的那个裸女,跟他旁边的像片里的女人长得一样吗? 朋友一顿,也忍不住打了个寒颤,卖唱男人旁边的像片,是他亡七的遗照 heimer先生依然很吝ает,ROM